两大致命硬伤,习大帝的龙椅坐得极不爽。习大帝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共最专权的独裁者,但他却是表面最强势、内力最弱势的独裁者。 和毛泽东不同的是,前者只需要中共主席一个头衔就足以独断前纲,而后者却需要十几个小组的组长、主任之类的名头来显示自己的专权。 习大帝骨子里是远交至毛泽东主义者,要完成毛泽东不能完成的目标。然而毕竟逃不脱东施孝平的尴尬。 他不得不应对吴晋的烦恼。但最主要的烦恼是。 一、维稳永远在路上。这个维稳,就是他要维持自己独裁地位的稳定。 他踏着竞争对手薄熙来的肩膀上位,没有自己的班底。 接班一时就忙于在党政军各系统、各领域、各层级清洗、换血。 甚至在图具虚名的政协也不敢掉以轻心,直到各省级的政协主席全数都替换。 然而他没有力量换的彻底,曾经是胡锦涛后总书记第一顺位人选的李克强,是他最忌讳的,却继续留在他第二任期的核心位置上。 并且新朝上位的党政军各系统、各层级的官员,究竟有几个是习大帝可以放心的、贴心的铁杆呢? 猜忌、警惕和防备是所有独裁者的每日必备客,对习大帝更是时刻挂心头。 于是就不断有孙政才、房峰辉落马、张扬自杀这样的剧情。 也不断会有类似范长龙风传落马,又现身高台的戏码。 可以确定的是,在他第二任期期间,影响他独裁权力稳定的剧情还会接二连三上演。 对他而言,维稳永远在路上。 二、始终不能确定要怎么做。 众所周知红朝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就经济制度,政策而言是完全不同的,甚至是被盗而驰的,而习却要两个都肯定。 他推崇毛泽东消灭私有制的宏土大院,又不敢挑战邓小平带来的事实上的私有制。 有欲用理论学者鼓吹消灭私有制来探测习大地的底线,但他不敢吱声。 他强行打压里克强经济学的各项主张,但又压不彻底,许多方面事实上在运作。 他要做大,做强国有经济,但成效不张。 他最得力的经济高餐刘鹤会拿出彻底废止市场经济元素,恢复计划经济的方案呢? 还是找到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完美结合在一起的灵丹妙药呢? 恐怕都不能,其实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做。 而理智、夺权、政变的阴影实实笼罩在他头顶,经济危机、社会风潮、国际挑战,不断迎面扑来。 对习大帝来说可谓,任其趋于有进食,烦恼绵绵无绝期。 目前最具有抗点的是,习大帝是否敢冒天下之大过尾,模仿毛泽东确立自己独裁地位的终身制, 以实现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帝王中国梦。